OdioJungle O旗党子弹等等,最近解放军这一神器,彻底让外国人震惊了,这个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弓兵铲,到底有何神奇之处呢?弓兵铲一般属于军用装备,其外形与一般的铁铲相似,但是军用的弓兵铲都具备多种不同的功能,这使得只要一把军弓铲,就可以做许多的事,而且军弓铲为了士兵方便携带,还可以折叠, 因此可以说是非常的精致,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弓兵铲,虽然功能都大同小异,但是弓兵铲的制作工艺却有很大的不同,说到中国弓兵铲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,作为解放军弓兵战士的标配武器,弓兵铲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悠久的,而且装备的数量也不少,最早的军弓铲主要被用来挖壕沟、安宁等功能, 但如今,弓兵铲已经发展到第三代了,采用了高强度的脆火缸,不仅强度增加,而且增加了许多实用的功能,称之为万能铲,一点也不为过,那么,解放军的弓兵铲,到底都有些什么功能呢? 首先,弓兵铲可以作为进攻武器来使用,铲子的一侧未开过刃的刀,可以轻松斩断木头、铁丝等名武,而且作为防身武器也是相当不错的,弓兵铲可以折叠,这样就是一个小号的盾牌,可很好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 此外,这把弓兵铲还具有老虎钱的作用,减短门锁、铁丝网等,自然不在话下。 其次,弓兵铲几乎可以胜任任何条件下的野外求生,折叠起来就能攀登,系上绳子就能充当挂钩灯墙。 射水过河时,不仅能够使用弓兵铲来锯木头,当赤子制作渡河工具,甚至还能够作为应急用的船桨划船,安营帐篷时,弓兵铲可以挖坑,并木桩,正所谓弓兵铲在手,天下我有。 当然了,拥有这些技能还是远远不够的,因为野外生存也得考虑吃这个问题,而这个也是弓兵铲的强项所在,最后,就是弓兵铲的强项了,它还可以作为烹饪工具,切菜,剁骨头,当起瓶器开瓶盖,开罐头都是小意思,弓兵铲还能够作为临时的平底锅,用弓兵铲煎鸡蛋,就是我们最常见到的情景。 据说打造这么一把小小的弓兵铲,需要经过不少于260道工序,并且要仔细检验过后,才能够为合格产品,标准是相当高的,具有功能权,携带方便的优秀特点,不愧为居家旅行的必备物品,一把军锹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作战。 必备工具,敲,慢,虎钳,剪刀,锯,脱钩,飞毛,开筒器,起钉器,起瓶器,测量尺,关夹,锤子,扣断器,紧固器,扳手,撬断器等等。 而吹石般的战士,往往用这么一个小铁铲,甚至可以做美味佳妖,砍个数什么更不在话下,铲头处采用刀面设计,用脚,轻轻一采,整个铲子80%进入土中,轻松刨土,随意以下,入土近10厘米深。 对于这么一把神器的工兵产,国外网友可谓是羡慕不已,一边焦急地询问哪里才能买到正宗的工兵产,一边表示中国的工兵产让它大开眼界,刚刚买的瑞士军刀可以退休了,由此,我们也可以看到,中国制造虽然价格便宜,但是质量上也绝不逊色,要不,又怎么会如此受到追捧呢? 一产在手,天下我有,要说工兵产是中国第五大发明,反正小编是认同了,无论你是户外爱好者,还是放后备箱防身,或经常需要大农活,又或是偶尔养花植树,它都是你的第一选择。